在这个数据分析当中啊 我们是不是经常要做一些可日化展示的工作啊 那在这个可日化展示功能当中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图给它画出来 在这里啊就给大家再说一下 就是当我们想评估啊 就是变量和目标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啊 我们都是要画这样一个二维图嘛 通常都是做这个二维比较便于观察的嘛 然后在这个二维图当中啊 就是我们对于数据来说 它每个数据的类型是不一样的吧 有一些是连续型的 有一些是理赛型的 就好比是一些连续型的 可能就是从一个区间到一个区间值 然后呢一个种类值 比如说它分了个ABC三等 那这回啊就是说 对于不同的一个变量 当咱们想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啊 我们会做这些图 在这里啊就是给大家找出来了几种啊 非常常见的一些绘图方式 然后下面呢我会举个例子啊 也是可以当成大家的之后画图的一个模板 这个咱们先不说这些东西 咱们就给大家举例一个个来看啊 首先这里啊就是说 我第一个要画的一个图就是说 随着我季节的一个变化 然后咱们这个人均啊 它的一个GDP的一个变化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啊就是说 现在比如说你好比啊 就是说你两个值 那如果说两个值啊 它都是一个连续值 比如说这两个值都是一个区间上的值 那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图 换成一个三点图吧 通过这样一个三点图啊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描绘出来 这样一种形式 这里就是说 如果说啊咱们现在的构造的形式 就是一个连续值和连续值的一种分析 那么我们用三点图啊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不光啊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三点图给它画出来 我们还可以啊 就是啊 用Cburn当中的一个库 这个给它执行一下 Cburn这个库当中啊 我们有这样一个函数就造成一个转的转的一个grade 用这个转的grade啊 我们可以画出来这样一种分布 就是说 嗯 里边它还是一个三点图 但是外边呢 对于啊 你左边咱们的一个GDP 然后右边咱们的一个 嗯 季节的一个变化情况 然后呢 我们都可以要把它统计成这样一个柱形图吧 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用这样一个图里啊 既描出来了一个单变量之间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还描出来了这两个变量啊 它组合起来的一个三点图是长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啊 就给大家说了一下啊 咱们的有这样一个图 然后用Cburn这个库呢 画这个图啊 是比较简单的啊 也是推荐大家 用Cburn这个库可以很方便的 就是不像那个Metplot 我们需要自己一点一点就画的这个图 Cburn这个库啊 就好比说 嗯 把你一些图的模板给你做好了 然后你只需要往这个模板当中啊 去套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那假设说啊 现在 呃 我们现在的一个变量的一个类别变了 假设说啊 我现在变量的一个类别 呃 比如说我现在想统计的 嗯 就是一个 呃 咱们先不说这个 咱们先不说两个 就是 就是 咱们先不说啊 就是两个类别形的 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相关程度啊 咱们刚才就是 可以通过这个三点图 看出来咱们的一个数据之间的一个规则吧 是不是说你大我也大 你小我也小啊 那其实啊 这个分析 咱们还有一个另外的东西 叫做一个相关系数吧 我们可以啊 就是直接把它的相关系数调出来 然后呢 在它的相关系数当中啊 我们还是可以画出来这样一个图 这个图啊 也是用随便来画 这个图的意思呢 就是说 嗯 现在啊 我们要画的一个图就是 高到好 对于每一个指标来说 我们现在比如说 想单独拿出来一个指标啊 我就看一下 什么因素啊 跟我人均GDP的影响是最大的 最大是不是说 哎 它增大我也增大 它减小我也增险 就是有一个正相关 或者是一个负相关啊 我们现在要画这样一个图 这个图啊 上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板 到时候呢 大家只需要把我们的数据给它传进来就可以了 数据传进来之后啊 我们现在看它的一个结果 它在它的结果上中呢 就是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嗯 对于 哇 这变量太多 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变量来说啊 它跟我的一个相关系数是多大的 嗯 在这里啊 就是说 如果说啊 就是说 你可以画成你的坐标系 可以整成负一到正一 但是这样看起来啊 就是不爽啊 就是看起来不太舒服 所以说 你也可以指定两种颜色的点啊 我是这么指定的 就是说 对于一个黑色点 它是一个正相关 对于蓝色点呢 它是一个负相关 咱们也可以把这个数据 游往左边伸的 游往右边伸的 中间是0 但是画出来不好看啊 就是说 这种画出来图啊 方式还是比较好看的 蓝色的就是咱们的一个负相关 咱们黑色啊 就是这样一个正相关 通过一个颜色 我们能对比出来 它的一个相关乘 相关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然后呢 通过一个值的大小啊 我们就会看出来 当前啊 它正负相关的一个程度 分别是多大的 那对于我这个图来说呢 现在啊 就可以统计一下啊 对于我当前啊 什么因素 跟我人均GDP的一个影响 是最大的 比如说啊 现在咱们就拿 第一个来说吧 第一个是一个蓝色的吧 它是一个负相关 它的一个负相关啊 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水资源 它的一个 可利用的一个数量有多少啊 它是一个负相关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你的一个城啊 咱们的一个城市人口的一个数量 城市人口数量 它是一个正相关的 然后呢 咱们还有很多指标啊 咱们就是 感兴趣的话啊 都可以一个一个的 往里去分析一下啊 每一个变量 对我这结果的一个影响 以及呢 为什么会对我造成这样一个影响 在这里啊 只是给大家提出来 这样一个模板 当我们要分析一个变量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这个变量啊 都跟哪些因素有关 或者说 什么样的变量促成了 我们当前这个变量的一个 变化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用咱们的一个 相关系数啊 来画成这样一个图 来指示它的一个指标 那其实啊 关于这个相关系数 还有一个图 咱们之前还是用热度图 画过一个吧 用热度图啊 画出来就是这样一个表格 然后有横错标 有纵错标 都是咱们的变量 但是啊 那个热度图 就是我个人看起来啊 觉得那个热度图 看起来有点太花了 可以给大家打 咱们就不看了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吧 这种图 在这还有一个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热度图 来去画咱们变量之间的一个关系吧 但是这个热度图啊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太花了 所以说 这个大家自己看着自己的需求吧 如果说你想用热度图 就用热度图 不想用热度图啊 咱们用这样一个调性图啊 我觉得这个画起来也是蛮好看的 而且更直观一些嘛 它的一个大小来说 然后下面啊 就是说 当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啊 我们也可以考虑 做这样一个bin的东西 做一个bin呢 就是说 当前比如说一个值啊 它是一个连续值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样一个值分成几个区间啊 比如说 咱们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一个人均GDP的一个数量 然后 然后人均GDP的一个数量 在这里啊 人均GDP的一个数量 可以说从0到10万 当中每个值都可以 都可能去取到的吧 那这里啊 它是一个连续值 那我们能不能把一个连续值离散化呢 比如说 一个小的GDP 中的GDP 大的GDP 我可以分成三个模块吧 就是说现在呢 把我的一个区间值 然后映射到三个区间上 这样呢 我可以说 哎呀 第一个区间 它是一个人均GDP比较低的 落后的国家 然后呢 中等国家 然后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 可以做这样一个映射吧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用的一个操作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指定这样一个bin啊 比如说 现在 这个数据啊 就是说 现在我已经是 做了这样一个事 就是说 在这里 我可以指定出来一些bin啊 这里 这块 就是说指定一个bins 然后呢 这块我就做了一个log的变换 那现在啊 就是说 对于咱们的数据来说啊 我们来看 它给它做成了一个一个小bin 这里我是做成了25个啊 是25个取得合不合适呢 这个到时候就得看 你自己要评估 或者说要分析的一个标准吧 尽可能啊 就是说 让你这个东西是有可解释性的 什么叫可解释性呢 咱们再来看啊 现在我把GDP分成了几个模块 第一个颜色 第二颜色 第三 第四 第五颜色吧 每一个bin我们来看 它都是有一个切分的点吧 或者说 有一个中介的 就是每两个颜色之间 都是有一个分割的一个区间 增割的一个线吧 所以说 现在我就是说 对你 咱们就是从0到10万嘛 一个人均GDP嘛 我可以指定啊 咱们的一个分割的标准 指定好 它的一个分割的标准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说 当前蓝色的啊 最左边的 这个深蓝的 它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最后呢 它是一个发达国家 中间啊 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也可以对数据啊 做这样一个变换 所以数据啊 做这样一个病的变换之后啊 可以使得我们数据 看起来更直观一些 就是一大眼 就可以看出来啊 什么样的值 分布了多少 这个值分布了多少 分别是有什么的 比如说你统计篮球 你可以统计啊 第一场比赛当中 前锋得多少分 中锋得多少分 后卫得多少分 你也可以按人去统计嘛 当然 你不同的统计的维度啊 得出来结果是不一样的 就是看一下 你想要的一个结果 是什么样的 那你说现在就是 我按照这样一种形式 统计完之后啊 有什么用啊 只是说你看起来更直观吗 我们不光啊 可以进行一个 表面层次上的看一下啊 当前就是 把这个GDP分成了几个模块吗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咱们刚才不是说 左边是一个落后的吗 右边是一个发达的吗 我可以就是假设说啊 我可以看一下 这个落后的国家 哎呀 它的一个里边内在的情况 以及发达国家 内在的一个情况 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下面啊 就是给大家这样一个模板 在当前的这个模板当中啊 我们还可以看另外的一个结构 就是做这样一个box plot 我们看很简单吧 我们只是点box plot一下 然后呢 点box plot一下之后啊 我们刚才是不是分成了几个核的 一二三四五 所以说 对这五个来说啊 我们可以分别的看一下啊 它的一个box plot 这样的核图来说啊 它就是有这样 最底下是一个最小值 最上面是一个最大值 然后中间呢 它是有一个中位数的值 四分之三位的值 这些啊 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统计吧 就是说 分别看一下每个国家当啊 就是每一个指标当中啊 它的内在值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分成了五部分啊 对于GDP来说 very low low 中间high 还有一个very high 所以说 对于五部分来说 我可以分别进行一个统计吧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看一下 他们就是各自 每个病当中 各自内部啊 它的一个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对于咱们的一个分布啊 我可以统计很多指标吧 不光啊 可以用我的一个核图 就是说 在这里 其实相当于是 我把这部分国家拿出来了 然后这部分国家拿出来了 这部分国家也拿出来了 但是每部分国家啊 它可以统 它包含的指标都是不一样的吧 你可以看它的GDP啊 还可以看他们 这个洪水啊 发生的一个频次啊 还有啊 很多指标 我们都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吧 在这里就是说 当咱们以一个维度 切分了一个病之后 我可以对当前的这些病啊 做很多方面的一个统计 还有分析 在这里啊 就是给大家列出来了 一系列模板啊 这个模板当中 就是有一些画图嘛 咱们的box plot 还有boarding plot 咱们的一个 这个图啊 咱们都可以大家到时候 自己去看一下 在这里啊 就是我把这个图 下面就是咱们图的一个模板嘛 我也都是基于这个模板来画的 到时候大家就感兴趣的话啊 也可以去 这些图当中啊 把我们的每一个图当中啊 它的一个结果都看一下 这个图是怎么样去画的 这里啊 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注释 还有呢 它的代码都给大家提供出来了 所以说 大家感兴趣 这不就有那个图吗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个图啊 一个一个试一下 我觉得用Severn这个库啊 画一些图 它都是一些基于模板去画嘛 画图啊 是比较简单的啊 我是觉得 当时大家展示的时候啊 可以参考 我给大家列出来这些图啊 看一看 咱们用这些图啊 是不是使得我们数据 可是画起来 它是效果更好一些的 那这些课 到这里 基本上就给大家讲完了 其实呢 咱们的课程啊 给大家强调的 并不是说 就是针对于一个具体的任务 我们要得出来什么指标 我们只是啊 要做这样一个EDA 就是探索性分析嘛 在探索性分析当中 我们就是分析单变量 多变量 以及呢 给大家做了很多个模板 之后大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啊 也可以把咱们代码 当成是一个模板 当成是模板啊 就是说 以后啊 你要分析什么指标 懒得写代码了 懒得画图了 我觉得啊 就是说这些图画着还是可以的吧 到处大家呢 就可以直接啊 把这个图拿过去 那不就是大家自己的吗 去画这样一个图啊 来表示你这样一个 统计的一个分析的结果 我觉得啊 都是不错的 那这些课啊 到这里就给大家 先讲到这里了 咱们就下节课再见咯 这些图画 isn't 谢谢大家